7月3号才敲出这一季第27支全雷打的道琪队明星球员大股祥平 每一次上场都创造话题 因此他整个带动了道琪队主场洛杉矶的观光商机 在这个夏天的充分验证 夏天才刚开始 而洛杉矶的旅游局统计出来 到LA观光的日本游客 至少有九成都会去造访道琪主场一次 也可以说这就是他们去LA的目的 道琪队举办了日本文化之夜的活动 那么几乎就是向大股相拼带来的商机致敬 连道琪队主场的美食区 现在都有寿司跟章鱼烧 这一些日本风味 因为进场的日本人太多了 道琪队又增聘了六个日本导览员 一个礼拜有四天 那么用日语带大家参观道琪主场 道琪队的日本文化之夜 二号在洛杉矶热闹登场 找来对上两名日本球星 大股相拼和山本游身一同出席 两人各自捐赠自己的棒球用具 作为明年七月开幕的棒球名人堂特展使用 而因为右肩拉伤持续附件中的山本游身 捐出自己春训时的手套 为这场每日棒球交流展增添光彩 在道琪主场馆外精彩的泰谷表演 台下观众都是亚洲联孔 还有全日语的导游带你参观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来到了日本 但这一切都是因为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超级巨星 大股相拼带来的观光商机 去年底一只十年七亿美金 约合台币220亿元的大联盟史上最贵合约 加盟洛杉矶到齐队 大股相拼的魅力甚至吸引远在家乡的日本民众 不惜砸钱买机票 跨越太平洋到美国洛杉矶看比赛 今年到齐队多了不少来自日本的赞助商 此外球团还雇用了六名日文导览员 提供一周四天的参观服务 这不是只是日本的赞助商 这就是也是采本视频的当位 我们看到所有的警网 也在地球中的环境证据词译也译了 稻奇猪肠的美食区 现在不只有经典的稻奇热狗 还有路尔岛黑猪肉的热狗口味 此外还能吃到寿司和特殊口味的章鱼烧 我只是给你拌舀 的酸和猪肠和的猪肠 的美国菜 在亚洲典前行制宇宙议制宿赞助商 在英國的旅遊 很多人在英國的小東京 找到日本的壁畫 位於洛杉磯的宮古酒店 三月底揭幕這幅大型壁畫 也象徵這名投打雙修的二刀流 日記球星 為洛杉磯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 他們在壁畫上的壁畫上 把電話號碼 他們可以看到 秀貝其實在衝突 然後看到他在投票 然後聽到Vinscully說 綜合日本外媒報導 大股翔平本季加盟盜棋隊 所創造的經濟效益 估計金額可能達到 643億日元 約合台幣136億元 在由小東京稱號的 洛杉磯知名日本街區 商家表示 今年的來客數 較去年翻了一倍 但隨著日幣走匾 日客想到美國觀光更傷荷包 因此許多商家 推出折扣活動 刺激消費 洛杉磯工股酒店經理表示 本賽季所有的 到期主場賽日期 飯店房間都已經被訂滿 正在當地觀光的 日本富人表示 她的兒子也很愛打棒球 而大谷祥平就像是日本的兒子一樣 看著她出賽 內心滿滿驕傲 無論是來自日本的球迷 或是已經落地深耕的第二代日本移民 甚至是一般的美國民眾 都因為被大谷祥平吸引 聚集在稻奇球場 為她加油打氣 帶動洛杉磯觀光效益 從天使隊到現在加盟到齊 大谷祥平的表現吸引全球關注 尤其影響亞裔美國人族群 我超級誇張的這個男人 我超級誇張的 他對我們為了亞洲的社群 是開啟窗門 尤其是球賽 沒有很多亞洲的亞洲的球員 甚至亞洲的球員 他對這個球員做得很好 让大股迷们更兴奋的消息 是台湾时间17号开打的美国职报明星赛 4号公布先发野手名单 大股详品已经是连续第四年入选 也是继林姆一郎后首位达到这项成就的日籍球员 TVBS新闻综合报道